是加强农状风的区 这把用的是魔法装备 热成像六套子 这把就有意思了 偶遇学冬了 现在的农风也不知道怎么了 贼容易撞车 开局咱们复活在了旅馆的一号点 直接和野牌队友比一下身体素质 仨人去抢2011了 这就很舒服了 三个野牌队友直接去抢2011了 咱们直接开锁师傅 一个盘子 干嘛这我超重的 我抢 鬼本 直接出了一个茶壶 下着四十来万步杂之前 这出外边呜呜的有枪的声纹 不知道有没有玩家 咱们赶紧打一下自己的状态 进去了 进去了 地下这人 就在这时候听到一个地下的脚步 地下应该是有玩家 后边来了一把猜空 咱们打猜空的玩家 一定要小心一点 他们大概率是六一弹 不会玩的人 基本上是不会打猜空的 这时候发现他上来了 直接跳过去了 这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薛东 有说法 检查一下是不是快速丢雷 他也是不敢进 在炸二零一那边 我准备直接摸过来 给个手雷 逼下他的走位 就在我的右手边 紫衣试信息开门了 要进来 一波提前枪 直接给他拿下 能勇吗兄弟 就在这时候 我的公屏上边疯狂 在刷薛东的文字 我才知道他是薛东 现在的魅控 光是枪体 就六七万块钱 但是他很重 我不愿意拿 把配件查的都拆一拆 六一弹 他的装备还是很好的 六甲五头 然后魅控的六一弹 这些装备 大概价值四五十万了得 然后咱们把装备 啥都该套的套一套 这时候咱们的野派队友 也是过来拿了个六甲 没有关系 直接给他们 然后咱们准备 把装备藏一藏 这时候发现又来玩家了 仔细吃信息 下边跟咱们队友 直接交上火了 把咱们的手术拿出来 这时候听到右手边 又来玩家了 连梦在跳的 直接上楼了 这小子也很勇 二零一了 他也要直接跑二零一 没看到人 不露声纹了 又看到了一下声纹 就在右手边 补个雷 这小子一动不动 听到我拉雷都不带动的 再补一颗 这时候我以为在房间呢 还在这儿 但是还在这边呢 听到阿的声音了 直接炸死一个 然后轻棒参点那边 肯定是有玩家 打扮非常激烈 过来下一手 哎 不要打扯着 看到一个人 直接秒掉 下面还有声纹 再加一手 鸡哥 有人捏雷 赶紧跑 根本扎不到的 咱们这个位置非常安全 然后整理一下状态 整理状态的过程中 发现下边有两个玩家 直接进楼了 咱们队友直接被他打掉了 分个烟 看他们有没有勇气上来 还在下面打状态 然后我这时候 零机移动 准备直接拉到 201楼梯 打他们背身 他们两个就在 医疗包的位置 然后楼梯口 好像是有一个 门没开 过之后蒙逼了 门没开 没办法打 然后先准备 打一下楼梯这个 看能不能想办法 给他搞掉 丢个雷 就在楼梯 不知道在上面 还是得下去 这小子直接出来 击子弹啊 打倒 还有一个 就在左手边 然后咱们直接封烟 准备搞一下 那小子在左手边 一漏不敢漏 听到声闻了 左手边死角 接线枪 正好他冒出来 直死 两个玩家直接拿下 这边怎么说 剩下的就是 肥肥的铁包环节 总体来说 他们的包还不是很肥的 这边一把MPX 然后这边的话 是一把维克多 一堆垃圾佬 然后剩下的几个包 我也没有劝 让队友给舔完了 然后毕竟匹配是一场缘分 没必要跟他们要了 然后咱们大概率 整了整 咱们就直接撤离了 这把也是 一百万撤离 有事吧 谢谢大家